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游馬爾 贏者 狂馬底 當然又到我們這個回顧 這次我們不是結帳嗎? 又結帳 我們要結帳 我覺得我們第一套要說 當然我們在新番介紹的時候 我們也說得最多 為大家期待 另一種意義上期待的作品 但是縱觀 我說一句公道說話 寬哥的編劇其實真的不頑 這套編劇是多一點 很簡單 我不比較這麼多 只是比較今季裏面 我現在看了大概10套左右 《Wake Up Girl》這一套作品 其實你不要撇開寬哥這個元素 撇開三本寬這個元素 整套東西的脈絡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最少要先清晰 真的要先煮 這是真的 但問題是你不要拿一些垃圾去給的 那不要這麼說 不如這樣吧 你應該這麼說 三本寬絕對不是一個垃圾 他是勇者 你搞錯了 你可以不認同他 但你不可以說他是垃圾 我沒有說他垃圾 你搞錯我沒有說他是垃圾 你只是有性格 就算他是垃圾 他也是一對垃圾中的用者 差別是不同的 好 不如先說一下故事 我們跟著大家都說 《Wake Up Girl》 其實是垃圾 一定要說這套 因為這套很重要 我們這麼多主持都很期待這套作品 因為有人要垃圾 黑化和白化之間 這個我們慢慢討論的時候 最後才決定 當然我覺得這套作品 聽眾是可以決定的 那決定誰要找數 當然要有理由 好 首先我們之前說了三集 其實 頭三集的劇情 我們之前說了 其實他似乎是用一些很現實 應該說一個 不要說他經常說一句 作為一個偶像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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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人那條白木幹 然後跟著 在他們的理論 他們作為一個偶像之前 他們是一個人 這一點上 所以其實 在《Wake Up Girl》的故事裡 其實是 十三集裡 其實是充滿了 十二集 其實是充滿了這些問題 充滿了人本身的問題 其實是 以人為本 可以說一句 也是以這隊 叫仙台出來的 叫做 臭雜成君 的偶像團體 出來的成長故事 真是成長故事 可以這麼說 一年來的成長故事 我這樣說 雖然之前說 頭三集裡 他真的寫得不好的地方 我們之前說過 他每個角色的描寫 其實是不足夠 但我感覺 其實在這個 《Wake Up Girl》的故事 結束後 其實 在這個形象上 依然沒有改善 這個問題 不過這件事 是本身設計角色方面的問題 與故事無關 而在故事裡 也充滿了 其實 有件事 我覺得做得 算不錯 他真的 每個角色 其實是有自己的理由 立場 至少 我不是得罪 《Idle Master》 或者《Love Life》 我覺得 是比這兩套的角色 更有理由 他要去做偶像 對 還有我覺得 更有社會化 因為 你始終說《Love Life》 始終都是一個學員 就是 我經常說 《Love Life》 你怎樣喜歡 角色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一間學校會倒閉的時候 要整對歌舞團 這個是《Love Life》 《Love Life》 問題是 因為學校 因為學校 廢校 那我就要組織一個偶像團 因為組織了偶像團 就會有很多學生來上學 其實這個理論 你回想一下 你知道會有很多粉絲來這間學校 他沒有一個必然的理論 這個不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你說 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我唯有試一下 但是 在 《Idle Master》那邊 其實近質上來說 《Vale of Gero》 其實和《Idle Master》的質是比較相似的 因為 大家都是在一個 公司裏面 一起奮鬥 每個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理由 去成為偶像 所以 其實 和《Love Life》比 未必是這麼正確的 因為他們的取向不同了 但和《Idle Master》的取向其實是相似的 我覺得是相似的 是的 不過這個是 《Vale Master》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 你首先要給一個很強的 《Iseem》 即是《Iseem》 衝擊我 應該是《Iseem》 衝擊我 我對這個角色有興趣 他有衝擊的 他用內褲 我們不會承認內褲 我用你這個理論去說 每個人都是穿同一條內褲 哪有衝擊力 不不不不 你又錯了 其實有一個是穿著橫紋 一個是穿著白色的 你要留下一個 變成A花的 誰會理會呢 我不好 我看得不夠清楚 寬哥對不起 你可能有做到的 我真的看不到 說回那七個人 其實七個人 各有各個原因 例如 Narami 是因為真的要去考補充歌劇團 所以才想著 以這條路去走 不是一個踏腳石 對踏腳石 但我覺得 那麼多個之中 寫得最好 不是佳賴 不是阿賭 阿賭 但是我發覺寫得最好 是Narzuya 即是高個十八歲入友的女生 他是社會人 他是說 他真的說回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次和震災基金有關 阿賭 有人寫回他 因為他那個哥哥 即是跟他一起住的哥哥哥 當時他行船 就因為三明天大地震 而去震利 因為當時他說 他的家裡是喜仙喬市 喜仙喬市 就是當時被地震染沒的市民 他說他行船的時候 就不見了 去釣魚的時候 夏野 為了這件事去逃避 就走去仙台 而去暈暈暈暈暈暈 結果就說 不如找些東西做 走去做這個 idol 其實我覺得這段寫得最好 最令人最touching 當然 我可能和鎮災有關 我也覺得寫得挺好的 這段是這樣的 這段是這樣的 其實夏野本身就是 赤震勢費社會人 他之前做了拍攤 劇情後就說好了 他做了拍攤工作 那麼多七人裡面 社會經驗最豐富 最老 最高的那個 你叫他中間 不是 他劇情後都說是做協調的 那麼多角色 他當作EQ高的類型 那一集 我當你三本位 宣傳聖地場也好 甚至基金籌務活動也好 都算了 問題的 其實那一集是OK的 因為他回了過去負責 因為他做好EQ 他幫忙解決了 他幫忙解決了 之前Mario的問題 他幫忙解決了 因為其實那個故事 剛才何馬和有馬說的問題 其實他每一個人的問題 在於他們是要成立這個團隊 每個人都有自己目標 其實在Wealth Bureau裡的故事 是怎樣令到這七位 有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目標的人 想做 他們的目標就是 我要成為這個 我要戰勝I-1 錯了 他們是紅白魔力 戰勝I-1其實應該是賭田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其他要復首 其實我覺得其他未必是有這個立場 純粹是說 這七位有不同的 我要立志做這個口象的立場 怎樣令到這七位 作為一個全體 目標一致去融合貫通 因為一開始 故事好像第二集 一直強調 Bake Up Girl能夠掀起話題 是因為賭田是前I-1的初代中心 而所有的工作都好像是有他 因為有他 而令到他們有其他成員 有機會去演出 其實也是 那時候的社長 Greensleeve那個社長 那個女人 就是穿著衣服的人 因為他只是在賭田裡 聞到沉淺的味道 記者訪問也是 想問真夢 在角色的答案 他不會理會的 想過場 然後一進去 記者就說 第三、第四十座 原來想爆真夢的緋聞 不是製造話題性 都是那樣東西 因為偶像其實很講 就是曝光律 如果你曝光律 你一開始看到 頭幾集 為何去賣天氣 賣東西多好吃 為何偶像團隊要做這些 他會講出一個原因 這個我一定會講 因為及後 林美三本歡的訪問 在日本集團的訪問 有講 為何會用這些劇情出來 是原來有歷史原因的 不是 因為你會看到 整個《Wake Up Girl》的故事 其實風格在於什麼呢 他是分了 大會的劇情 當然是說 《Wake Up Girl》七位的女生 他們經歷的事 其實他裡面分了 接近四分一的劇情 其實是做一個對比 就是說 在《Wake Up Girl》這班 他們奮鬥的時候 他們是用 有情 熱血 和努力 去戰勝任何一切挑戰 不是《Wake Up Girl》 你不覺得 都是這幾個元素 其實是 而去《Wake Up Girl》那邊 他們是用這個體制 簡單來說是強權 其實他拍射的 你都是AKB48 其實很像 軍閥式 你要奮就奮 你不奮就打 你不奮就打 其實我只要說一句 一些小公司和大公司的分別 他是一間大企業 好像《Iwan》那樣的大企業 他要FALL 反而你小企業 像《Green Steeps》 他真的要在一個地方打拼 要怎樣在仙頭的特位 而這件事 我覺得不排除 有三本本本 是對於《Green Steeps》的控訴 現在這個可以再講 你講 其實我不介意 他不是講英格利 我覺得兩個對比很好的 Iwan 制度制 Central 我不喜歡你炒你 照炒你 但是你見到 Web Girl 怎麼說 我們是七個在一起 少一個都不行 你真的對比 一個以為本 一個以制度為本 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在說這件事 在Iwan那邊 他提出的重點在於 你們是一個叫偶像的商品 而在Web Girl 他們那邊 我現在是做偶像的職業 是兩件事 偶像這個商品 偶像這個商品 有固定形象 他就好像說 不准拍拖 你們要遵守 我定下來 這樣就可以成為 一線的 當紅偶像的條件 你就要跟著這些去做 因為當他覺得 如果你犯下了 他不准你做的事 你不是一件 好的商品 你已經是一件壞貨 要退了 其實都幾明顯 例如有一集 他講說他們練習的時候 那個社長進去 那個社長進去 那個社長進去的時候 有幾個是認那個社長 我沒有幾乎 我沒有幾乎 然後看他 那個社長進去 你是不是蠢 分析回去 即是分析回去 他那裡的表達就是 我和你不需要說任何感情的事 你不需要對我好 我都不需要對我好 我是利用你 你也是在利用我 大家是一個互利互利的關係 所以說 你交到你的成績給我 我給你希望你要的東西 而你和我的關係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如果你給不到的東西 你和我的關係都是沒有意思的 對比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對比 還有幾個樹林就是說 最後最後一集 在跳舞 誰受傷的 即是這個 然後他一跳就受傷 如果你說 好像他軍訓形式 基本上應該不理會 其實他不是對比這一節 他對比這一節 其實最強的就是 另一位 是不是佳賴 佳賴 佳賴 那位 叫他退出那位 阿里 南美 南美 其實是對比這一節 即是說 應該說 南美作為一個 其實他在 Wake Up Girl裡 已經 Wake Up Girl裡 已經不是一對 很 很抱的 他都覺得這個人是 影博 他是不適合做偶像這個職業 不是 他在態度上 例如說 練習上 或者他的能力上 都是一個中下級的 因為他 早晨說得清楚 你 邪姐 你覺得偶像很好 你才走過來 其實你不是想做偶像 你想憧憬偶像 你想台下 你做台下好 比做台上 即是他喜歡偶像 因為他旁邊就是 前Center Maiu 因為他經常見他 Maiu做偶像這麼厲害 其實我 會不會做到呢 我會做得到這麼厲害 他這樣想 他不是真的想做偶像 他就是想他不容易過來玩 不是他不容易 衷勁 我覺得 我可能會做到這樣 即是說 他是有這個 夢想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對比 I-1 那邊 他就是 我不是要你夢想 我是你有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其實他一直是說 你有沒有能力去做偶像 這件事 就是我現在有個準則在這裏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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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到A B C三件事 你就是一個 你就有機會 應該說 你就是做偶像的基本條件 之後就是你要再經過 艱苦的訓練 什麼 什麼 不抱怨不發問 老實說 那班 尤其是I-1那邊的所謂的口號 是 他們是做一班機械人出來的 不是 工廠 賭武 其實那是一個洗腦式 洗腦式賭武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也是 現時 一些很Pro的偶像團體的做事方法 A to B 他也是另外說一件事 尤其是會在 We're up girl 那邊的故事 就是 那個在I-1圓的作曲家 對 圓圓的作曲家 那個金頭髮的故事 對 他過來之後 其實他一直是 他也是強調一件事 這個人你會看到 這個人其實表演一個角色可以的 也是 但我覺得他的出發點很奇怪 是的 不要理他出發點 我出發點再說 他就是 我覺得你不好 觀眾覺得你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正說 我作為一個 producer 對 producer來說 我覺得你不行 我覺得你整隊人都不行 但是 我不知道觀眾 因為 我不是觀眾 我不是觀眾 我只是以我的專業角度 簡單來說 其實對比 I-1那邊 就是說 我覺得你這個人不行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不行 其實 你只不過是在他的機制下 你覺得不行 不合你標準 他平原分出來 他的成績表不行 是的 所以他那時候 經常說 最好一集 經常說 跟I-1的producer 那個 金頭髮那個 那個 那個 金頭髮的 跟阿倫說 他說 你忘記了你自己的 醒吾淒橋 沒有人的時候 那時候 那些人突然衝過來 拍手掌 那時候 最初代的I-1的時候 他就說 他可能是想用這一點來 帶動白 勾起 那時候那種感覺 當然那種感覺 是令人感動的 但當時 我覺得他也放棄得好 因為你見到就是 無論就是I-1的producer 和那位狀曲家 他們的對話裡面 你見到就是 其實 其實 I-1那位 那位 其實 我對你說的沒有反應 他覺得就是 對他來說 沒有所謂 他經過計算之後 沒有記得你做多對出來 的話 有一些好的商品 就突顯到我的商品 是更加好 其實很奇怪 他現在是在做比賽 還是在賣商品 他是賣商品 他是一個商人 賣商品 不重要 你為什麼要製造這麼多的敵人 你商品的競賽 搞得自己的情況更加多 很合理 首先外部的敵人 始終你內部 不要自在 即是你外面出去的情況 你會走 其次他內部的敵人 即是你剛才給我聽到 I-1,I-2,I-3 I-1不行 I-3可以取代你 都可以 逼著你 I-1 最頂的項目的 你保持自己 不要掉下去 其實 你其實見到 他 我嘗試 解釋 他那個概念 就是 我要做這個比賽出來 我是要告訴別人 我們I-1 是有多好 這件事 就是 怎樣可以 因為如果 剛才好像有馬 說的 我I-1的人不行 我I-3的人 但你始終是 I-1 這個 團隊裏面的東西 即是 我們都會覺得差不多 你怎樣被人覺得 就是 I-1的人 無論什麼都好 都是好正的 就是要找其他商品 即是你會覺得 好歐可樂 正一些 還是百事正一些 你不會說 你會說 曲例和 原裝的可樂 去比較 因為他們都是可樂 所以我有一個奇怪的 就是 獨市 參議始終好做過什麼 如果 以商業程度來說 那我就覺得 有點奇怪 當然是一個競爭 當然是好看很多 你講 經濟上來說 我八卦 我現在 派出早班去做間諜 一落 其次 在控制之下 我單身 早晚束手 我早晚的 即是 如果他威脅到 I-1的話 那就正式 找不到I-1 I-1就繼續努力 有沒有這麼刻就不知道 總之就是 因為這個 解讀不了 因為他沒有說 但你以所知的 劇情裏面 對他來說 他是要令到自己的商品 比外面的觀眾 給客人知道 我們是最好的 而且你看到很多地方 角色偶像 全國很多 I-1 他派I-1怎樣 首先 I-1掃下其他角色 他掃下I-1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要去其他地方 去掃下 因為唱歌 不是說 一定是跟胡先生比賽 是說全國重回演唱 不是說 他是為了全國製霸 我知道 全國製霸 其實他已經全國製霸 我已經說 他已經全國製霸 你已經去到四十幾個多道府去彈 其實你去表演 沒有問題 那個人可以看一下A 可以看一下B 可以看一下C 你沒有講廣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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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即是開廣告 開廣告 還會喝 接著賣廣告 他一直保持 大家要明白 開廣告是非常好喝的 對著賣廣告 對著賣廣告 他一直做廣告 他一直做廣告 他就宣傳做偶像 做重播演出 一直說 R1是最厲害 全日本R1最高的 我不介意他做廣告 去唱歌 他經常覺得我要擊潰對手 我要去搞一些比賽 擊潰對手 而這件事我是覺得奇怪 你去做廣告 你自己去做一個生意 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奇怪 為何經常說 我擊潰一個 去擊潰對手 而是很奇怪 感覺上是奇在這件事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一個人 就不一樣 你去搞一隊idol 如果你是wake up girl 你要說 整十幾二十隊在比賽 你i1是其中一隊在裡面比賽 我覺得奇怪 但你現在是i1去舉辦一個比賽 而大家繼續說 又要走到四處去 這個應該有點奇怪 wake up girl 不是畫木整出來的一隊團隊 他有地方團隊 他冒起了 他可能會造成i1的威脅 那就搞一個比賽 讓你正面對碰 然後贏了你 那就擊潰了你 其實i1是否沒有正面對碰過wake up girl 除了一次說開國一次演唱會 才同一個一次之外 就是被他搶走三張飛 就是被他搶走三張飛 所以我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就說為了三張飛 而大發旅程 我就覺得 我有點而覺得怪 他應該是另一個完美主義者 他被人搶了三張飛 已經不是一個完美的比賽 原美的勝利 所以我覺得奇 不過我再說一點點 幕後花水 其實就說wake up girl 在之前跳舞 即是說他去參加比賽 不是說他去電視台 天氣 報天氣 原來後面有個故 一段故 大家發覺 起初寫了一段故 叫七角飛 up girl 去玩什麼比賽 去浸溫泉 浸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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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大食會 玩無聊的東西 介紹食物 介紹食物 進去綜合節目 為什麼要搞綜合節目 原來這個 其實與 星演社長日高諾尼克 是有關係的 大家都知道日高 如果大家最記得 其實他 星優之老是百多年代 如果大家記得他是誰 有沒有看過《亂馬二分一》 有 天道西就是他 他聲演 還有龍貓的女主角就是他 他聲演 還有Touch 八多年代 他已經很紅 其實 原來他走過這條路之前 他原來就是NHK80年代初度的idol 即是這次 聲演社長的位 我看回他一段訪問 他和三本歡 他在訪問之下 他就說 原來他以前80年代 其實就是做這些 他當時 為何會這樣不做 他當時 小時候 小時候 已經是做這個 電視台 他就做idol 他做idol 一群人唱歌 當時 他就說 當時沒有那麼漂亮 衣服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 他在NHK做idol 其實也是 即場 現場唱完之後 一個禮拜 就說 跳一次舞 學一次跳舞 學一次唱歌 然後就上無聊節目 去介紹食物 然後 突然在雪地上 被雪 被雪 被淋水 突然被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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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如果做idol 80年代 就經常做這些 濕聲的工作 當時 他要二十多歲 他就放棄了 結果 尤高諾尼克 就轉去做星優 他就說 所以 人們都說 懷疑三本歡 這個故事 為何會這樣下去 有少少少 可能會受到 聲演社長 這位尤高諾尼克 這麼好經驗的時代 大家看看 這個故事 有少少少 80年代 90年代的idol影子 雜誌坊 那班人都完全是 舊式雜誌坊 很舊式的 現在是不會這樣問的 很舊式的 所以整個螢幕 雖然說 是一幾年代的idol 但如果你看看 整段訪問 其實是把 八九十年代 當時 日本的 整個藝能界 的idol 當時的初型 搬上來 所以覺得 為何有違和感 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件事都很正路 這件事 好像其實 韓馬桑 不過他比較 因為本身 整套Wayup Girl 總觀而言 其實他也都說 我會用idol master 去比 但他其實是放 這個可能是經費問題的 或者其實 你可以說 其實 他們 這班新人 聲優 其實本身 五階段 我聽說 那些質素 真的 比起 聲優唱歌 甚至更加少少不堪 這個情況 其實 你會看到 如果是idol master 也好 勒拉也好 堅持 你每一集 一定會有首歌 去唱 其實 在Wayup Girl 他完全放棄了這件事 因為 實際上 他們真的 唱歌的戲 只有三節 是 是 頭那一集 和最後那兩集 就再沒有其他 中間有唱 會一唱 開頭就 Cut 一小節 只不過是劇情 方面去處理 當然 你可以說 其實 在live 大家會看到 就是各式各樣的 穿奔畫面 穿到 甚至是 你覺得 用悲哀來形容 悲哀更悲哀 我被一千人進去看電影 鬼的地方 我好傷心 不是 他做的Wayup Girl 那些畫面 就是live的畫面 他是 崩 剛才說的崩 還有 我不知為何 鏡頭是focus 某些位 全部的部位 全部的 奇怪 你看到 idol master 如果他唱 他有很多角度 運鏡 但這台幾乎沒有 定格 定格 不是 你說 早上那套 例如love live 他其實帶了很多資源 很多錢 放在live 要做得好 因為給他賣歌 我覺得 Wayup Girl 他的重點 不是live 那個地方 還有 他的宣傳 的poster 賣出來 因為我去到旺角 都看到 有Wayup Girl的poster 還有其他 例如海報 夾著一些漫畫書 雜誌 海報 全部的手 人家是正面 他有些 玩到扭 都是不視角度 很奇怪 我當你 每一集 結尾 國室名單 作畫 那些人是超多的 但這些畫都這麼崩 我不知道 我當你時間 我當你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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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我玩Mobile 手機 他終於 因為 他反映80年代 他用80年代 那些電視台 他真的有80年代 因為他現在這樣說 聽他這樣說 真的拿回80、90年代的電視台 那時候沒有高度 不過三本已經說得明白 以前80、90年代 如果那些idol不行 那個監督會找東西打他們 但是現在三本說 因為現在是犯法 所以就沒用 嘩 他想打幾條 不行 還有他 但是眾官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 我不知道原因 但是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有很多奇怪的設定 其實是沒有必要設定出來 好像其實 首先就是 社長捲款這件事 是沒用的 有很多東西 例如社長捲款兩集回來 在酒館裏摸衫 不是 鄭永伊跳舞回來 雜誌亂訪問回來 早上要解僱人 夾官仔搞定 就是看到很多很重大的危機 但可能是輕一兩集 不是 他是畢哥 應該說 他是無緣無故 沒有什麼原因之下 開了一條線出來 你以為他為了報告 伏筆的東西 但是最後是完全沒有用 因為最後 大家都是說眾官 最後整個故事就是 Wear Girl 這七位女生的 有情而決 努力的故事 不是 七位女生的 你看蔡蔡美 一開始好像很少 一件事 其實我當你是雜誌 雜誌來 幾件事很嚴重的 可以搞到 但之後 我不去補充了 我的南海部居住到 他就這樣 他是轉變大角的 那一集不是說他 那一集是Mario 但他是路人走過去 然後解決一件事 很可惜 現在都是很路人 你另外的 就好像 島田和第二代Center 佳賴 佳賴 不知道你為什麼在那裡吵 就是I1那個 不是這個算Po 不是你吵 然後就是他去幫助 南李 南李 腳傷那裡 其實 不是 不是 腳傷不是 腳傷是 島田 不是都不是島田 他這個位置 我不可以說他 你去到突 但是 在他們兩個 所謂競爭的情況下 當然你可以解決說 我不想 因為 我不想你們退出 即是你們退出 即是說 都不知贏還是輸 我一定要在你們最好狀態 打贏 你可以假承 但是 其實 亦都好像違反了 IU1那邊的偶像 違反了 即是你們 這班是一種Product 不會有感情 不會有思考 這班是Terminator 很奇怪 我又不太明白 為何 島田和他第二代Sender 這麼多屬於 其實只是說 老闆趕他走 其實跟他兩者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有關係 你記住 執墓走之前 他跟智寶 是 智寶排第二 島田走之後 做第二代Sender 其實更加沒有理由 因為這樣而 搞到 這一點 我剛才說 無論是寫張卷款也好 他們之間的瓜葛 其實還有就是 他為何 放棄補到那個 學校的 其實 他是 有補到那條線出來 其實 如果他要發大 其實他應該要發大 甚至其實會影響到 故事主線的一些的橋段 但是 他下了那條線之後 接著他又 我覺得是 搞的一刻 又發覺是 他沒有這樣的雜數 去處理這些 最後他就說 我補完 算了 大家當大家不記得 而 恨好的就是 這些不是說 去到很重點 因為他 特意把重點轉移到其他地方 比賽 很突然 好像道田說 阿珍看過媽媽 其實你看到 一開始好像 跟I-1時代有關係 反對他 然後 中間第二次 好像沒有什麼 I-1時沒有反對 I-1時沒有反對 I-1時很支持他 他支持他 然後就說 你知不知道 我扔了多少錢 睡了多少身 你現在跟我說 其實為什麼扔了多少身 我又不明白 他又不明白 他又不明白 嘩 他又不明白 他又不明白 我怎麼知道 好像可以很關口瀑布的 但不知道哪一集 中間是第一集 其實我很支持你 不過我把口獨 補完很多很重要的問題 他輕輕大過了 他沒有怪獸進去 但眾官當然 他的故事的結尾 其實 Web Girl 就在大賽中 拿到第二名 而拿到第一名 我們完全不知道 什麼來質疑 阿卡米索 真的很好實說 他寧願去present一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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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說的投票和最後評分 他又不說評分 當然啦 幕後的老闆有沒有做到手腳我們都不知道 阿帆牧有沒有做到手腳 我們都懷疑有 不需要的 其實他講的那個案件 也都是之前那位報料者說的 你們重點的不在於我們給多少分 是在於觀眾究竟有多少支持 而他顯身這件事就說 最後一集到最後 因為他們得到的支持 而令到有唱片公司想認識他們 B-Wax 想跟他簽約 當然啦 總管議員 究竟故事算是黑還是白呢 當然是白啦 有人幫你出唱片就更黑 其實是不是結束了呢 Rick Up Girl是不是已經理程於完畢 暫時他沒有後讀消息 沒有後讀消息 其實那個故事是一個奮鬥的故事 所以其實他黑的地方其實是有的 不過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些位置 他最後是完全不說 完全去平氣所有的東西 只是純粹講一個奮鬥努力的故事 奮鬥和努力就慢 所以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所以理論上都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可以這樣說 勵不到志 我覺得他很牽強理由 但是他起碼是金字三本峰 他是一個白的故事出來的 他不是一個黑的故事出來的 但之前說到黑 剛才這個黑 月書 我已經覺得奇怪的一件事 中間他不知道想說做奮鬥的東西 第一件事我不太明白 Web Girls 為何會去參加I-1的比賽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有趣的 為何會去玩呢 不是玩不玩的問題是 其實這些組合偶像的東西 講知名道的時候 你這些比賽 我覺得參加 有一個播放的 我覺得合理的 OK 第二件事 全國比賽他入到決賽的時候 當Maru入到去 應該都知道Maru的Wakeup Girls 進去的 不會到處 不知道Wakeup Girls 哪有7個 原來Maru在這裡 這個世界沒有可能 一想像就在網上就知道 為何沒有吸引 這套是一套80年代為背景的 沒有網絡的 BVS 你看不到有嗎 是的 那時候已經結束了 不要再找記者來 那是K島 那是Ladio 要聽電台 今天有幾隊比賽 Wakeup Girls 才會在台隊 因為我覺得奇怪 為何整個好像沒有記者 你沒有時間做到記者 你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應該很奇怪 你是說到我上去比賽 我好像不知道 然後進去一班人 Maru在這裡 一班人才不會去參加 然後看到他跳得不錯 然後才在那邊參加 很奇怪 我覺得這個不是現代 我這樣說 我這樣說 眾觀言 整套東西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三本歡 其實你看看他過往 處理過的一些動畫 其實他是有條理的 但是你不能期待 三本歡他是一個A級的監督 在我來說 我會定證他是一個 他水準是很平穩 因為至少在他監督的作品裏面 你可能會覺得悶 但是你不會說不好看這三個字 是呀 分形碎形呢 分形的故事不是不好看 不是不好看 是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因為這樣說 他故事裏面他身表達很多東西 很多有心路的 但是可能是技術所限定 什麼原因他做不到 因為很多東西跑回表演 或者完了就沒了 至少在他把最後關 劇本那邊寫 看看他拍什麼人 在他裡面 他起碼未至於出現一些 劇理上是超級有大問題 好像彈監 我會講的一套魔法戰爭的東西 那些交法戰爭 這個是低V戰爭來的 這類型的作品 你不會在過往三本夫的作品裏面 你見不到 對 即是寬哥只是一個煩人的勇者 一個煩人想成為勇者 還是每次都做不成呢 最慘 即是 即是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我覺得這次整個故事 其實我覺得是三本夫 想借馬尤來反映自己的心理 真的挺像 因為如果你看回馬尤 他為什麼說他 為什麼要敗走仙台 為什麼要跟他媽媽搞得這麼惡劣 然後好像搞到為什麼 他經常說 馬尤就是被老闆陷害 說他跟男人有染之類的東西 你不覺得三本夫就好像含著很慘的淚氣 然後就想說 然後就回復自己 最後要戰勝這個 就是I-1 他一向都怨氣沖天 他的念能力就是怨氣 你不能這樣說 但我明白 曾游雖然他背負I-1 is in center 但我起床之後 他差不多一年沒做過 他一年坐在旁邊 看著前悟特兒的摩托加拉 和一個前社會人的副帥長 在跳舞 然後在大閘才說 其實我們這隊 除了不夠 我們就想念那些 到那時候才想著要發品做事 他一年是不做事 如果你說真夢給了寬叔 寬叔一年沒做過事 坐在那裡 你不能這樣說 你這樣沒了寬叔才知道 復虎潛龍就是這些 要有時間才來爆發 那就是權力 我一年到現在才出聲 你算了幾 其實他也看到 他經常說 我最後要在I-1的舞台 到我們發揮光芒 你明白嗎 我現在的小天地 有人情 大家有友情 大家有實力 而對抗你們 整批只靠制度做事 有情我就不多過了 實力的話 你們昨晚都說了 你們預選了一招 然後說 我們要留過的舞台 我們要暴調 我們念習不夠 就回去睡覺 明天再念 不要管 你這個實力我不知道 你很難再說 至少結果論來說 雖然我們心裡 我們懷著一個 尊敬心情恥笑的態度 去面對這套作品 但我直算真的抱著這種態度去看 我也覺得 至少他未去到 我覺得是一套完全不合理 而且他很老實說 他也走了另一條路 他真的完全是 跟以往Idle Master那些 他用了另一個手法 他用了劇情的手法 去recent 當然其實這件事 在商業手法來說是不成功 但當然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深刻都說過 三本峰是想改革這個動畫的 他有重整這個動畫的 他現在就說 偶像的動畫應該要這樣拍的 不過不是 如果大家看一下 不應該看錢 大家要明白 我們偶像是要給你一個夢想 就是為何會令人奮鬥 他現在就說 不是就像 Love Live 或者Idle Master 我只要賣歌 賣碟 我們不說這些 寬哥是一個很有深度的男人 你明白嗎 我覺得他帶出 真的做Idle 不是好像 Love Live 只是陽光的一面 我們很害怕 因為寬哥近來 Way Up Girl 播完 他現在開始出漫畫 Landler的公仔 全部都在推出 現在漫畫 原來不是Way Up Girl Way Up Girl 只是出四格漫畫 現在他賣i-1 其中一個第五代入圍的人 叫做高科里街的女生 開始賣成長故事 就開始放棄了 Way Up Girl 像去I-1 你不明白 Way Up Girl 這個計劃 是出來拿仙台銀 拿完就不用了 現在好像不見了 仙台已經用完了 他不會給錢你就有 那我再做一個Way Up Girl 你要代入公下社長的位置 他聞到仙台的淺味 這個淺 即是Way Up Girl 這個品牌 你這樣 仙台就是等於賭天真目 他沒人的那股淺味 而他接著在這個仙台裡面 成立一個Way Up Girl 就好像在Way Up Girl裡面 放了賭年 當Way Up Girl成功了之後 那是Way Up Girl 這個品牌 那我當然是在這個品牌裡面 去吸水 而再不需要你你先來 即是寬哥的智慧 即是你不是去到這一步 你都不會發覺的 那是拿來罵錢的 罵錢就是I-1 所以說我寬哥的智慧是深不可測 就是用這些推測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看到他及後怎樣走向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說看Way Up Girl 其實如果整個故事 情理上是可以的 當然我們會期待 如果你說再做得好一點 就是Way Up Girl可以嗎 Way Up Girl做其他 好像那些什麼 扔批字幕 突然紅了 反過來轉弓版 你應該這樣說 我想這件事是挺好看的 其實寬哥是對現了 某程度上來說 他是對現了他之前的 的壯志宣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 鬥散那些 不是 他真的做了 因為他老實說 他一直是強調動畫 應該怎樣做 他就說一套偶像動畫 他現在就說一套偶像動畫 不是去賣 我剛才說一直強調的 不是賣歌 因為你賣歌的話 其實你好像見到 其實Love Lie 我一直都會這樣說 Love Lie在第一季裡面 我第二季不知道 第二季將會播 在第一季裡面 他這套動畫是不知所謂的 其實是 你除了歌這件事 還有女兒的質素畫得OK之外 它是一套不知什麼的動畫 它是一套 音樂影片 老實說 它是一套音樂影片 但它不是一套動畫 動畫就是有故事 有劇情 有內容 歌可能 你可能是重點 但不會 就算超時宗跳賽 真的賣歌 他的歌當然是夠紅了吧 他也是有一個故事在裡面 雖然那個故事你說 我一套動畫 何心寫得好 不要見人見知 這些事我不在這裡討論 但是 我們現在是說一套動畫 現在是叫做什麼呢 它是用一個偶像的題材 去做一套動畫 它不是現在是用一個偶像 而Love Lie是用偶像的題材 去做一些商品出來 兩樣東西來的 但當然 因為Love Lie 我不是得罪的說話 Love Lie其實一直都告訴你 我是為了售商品而戰的 所以其實他沒有 你認為他在這套動畫 只是你牽涉而已 他在這個project裡面的其中一個項目 當然你說 如果以動畫論動畫 他是不好看 我一定可以大大聲地說 他是不好看 Love Lie是不會看完之後 你不會感動的 但我想問大家 有看過的感動 大家有沒有看過的感動 大家有沒有一點點心 可以釋釋然的感覺 沒錯 這套東西有感動 但這樣也不是Love Lie 是粉絲身上 當然是 粉絲身上 肥仔粉絲身上 第一集到第一集到第一集到他見到新競 由他當初一個人單挑支持 到最後有五個人 足足了五倍 5%的厲害 這個人不離不棄支持 賭血真夢 支持Love Lie 出賣錢在咖啡店裡開了粉絲 哇 真是最佳男主角 其實這個人在整個茫茫人 在全部RM的粉絲中 他高叫Web Girl 等於在敵陣中喊著名字 在阿朗瑪里喊著名字 被人打死的風險之後 他已經冒著風險 之前 Web Girl 勇氣 因為你的全場 舉給一副 由RM的Web Girl的粉絲 哇 當然是熱血到爆燈 感動到極點 其實那個男生是最厲害的 我覺得那個男生是從第一眼開始 就立刻在仙台公園那裡 撞第一眼就這麼快就認出是賭田真夢 而那邊坐在那裡 那些阿嬸 阿婆 阿嬸 阿嬸 那些全都完全認不出他 奇怪 這個就是三滿歡的希望 他就是希望找到 他就是希望自由 我們這麼多 我們看三滿歡的作夢是什麼 我們其中一個是那個肥仔 可以不離不棄支持他 支持這個三滿歡 支持這個三滿歡 就好像發現賭田 發現三滿歡是很有象心 是很有熟力 是一個深不浮沉 很有熱情 對我充滿愛的一個監督 要不離不棄地支持他 雖然他經常出那些爆死的動畫 雖然他好像賭田一樣 他有很多緋聞 但是你要相信他是很有熟力 所以我相信他就覺得 以三滿歡 就是以賭田來反映自己 因為最後感動 是感動肥仔 孝感動天 支持他 你的全場面殺到 Way Up Girl 你不丟了鵬 之前沒有 其實是靠他 其實Way Up Girl的興起 真的是靠這個人 我不覺得是靠社長 不靠那個 反映一個揮牌 反映一個揮牌 說起經理的人就生氣了 他整集究竟做過甚麼 反映一個好經驗的人 是很重要的 社長在電話 原本從平 好像有些事做的時候 突然想回來 就變成廢人 但他寫得好像有事做的時候 做一個出場 就變成廢人 不是 最後大家發現 這個經理是有用的 結果上到I One的台上 那家的Way Up Girl 真的有買到單車褲 是有買到單車褲 所以怎樣 經驗就立即到十點 已經經驗好很多 作為一個好的經理人 是不應該買單車 你明白嗎 所以 Way Up Girl這套作品 除了剛才說 體現了三本款 對現了他自己 對現了他自己 說一套拍一套 書磚降貴 拍一套偶像動畫 再告訴你 一套偶像動畫是怎樣 一套 一套作品 一套藝術的作品 怎樣為藝術的作品 就是他可以充分地表達到 作者 強烈的感情 和他當時的感受 大家在我們這 短短四十多分鐘的節目 大家都聽到 我們分析了三本款 即寬哥 在這套作品裡 他投射了多少 他自己內心的心聲出來 告訴大家 和他的稀奇 他希望找到一個肥仔 他希望你是一個肥仔 可以不離不棄地支持他 這也是我 記住 這也是肥仔 三本夫如果這樣算 你不要說我看他的訪問 訪問那七位星優 三本夫說 他們和日高諾 錄音的時候 每一集 七位星優 很多時候都會哭 因為錄完之後 他太感動了 他們哭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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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錯了 我下集沒有我的份 我會死 錯了 那個位置就是 錄完那集之後說 歌呢 歌呢 我最重要提高知名度的歌 那一刻 那一刻 哭完 我真的說 今集有沒有學 今集我又沒有歌唱 本書 你不要再害我了 我心中的歌 我想盛命 好像以前 日本有個電視新聞說 某個畫師 每天要吃麵包 例如道日 真的很慘 那種哭 大家誤會了 那個意思 三本夫覺得 你們應該為藝術犧牲 這是一套藝術的作品 你看到蕭良只有二千零 三本本已經可以了 藝術作品 其實以他的成績來說算不錯 2014年冬阿尼米第一卷的Bullway銷售量 2014年冬阿尼米第一卷的Bullway銷售量 O.P.E.D. 初周銷售量 六千七八八百的O.P. O.P.E.D. 初周銷售量 10八十九位 這都是奇怪的 這都是有拍攝的 拍攝的景 這都是有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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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寬實在叫我運 那是個男人死了 沒有的 千頭沒有給錢 我還要做他 至少我覺得 其實第十二集 大家要留意的標題 其實這就是寬哥的心聲 那一句就是寫一瞬間 我絕不後悔 他拍了這套的 他是不會後悔的 你要明白 就是說 我寫了先給你這筆錢 我拍了這套的動畫 顯示了我的象心 我的勇氣 我的愛 愛與勇氣的化身 他寫一瞬間 他真的完全不會後悔 不過看他訪問 就說他最喜歡 丹霞順子的角色 你看一下 大哥寫了沒有什麼氣氛 你不要說 昇宴社長那位 阿日高 羅尼克 原來跟偶像的動畫 挺有緣 考一下右馬 記不記得 阿日高原來是有角色在手 有印象 知道誰嗎 我想你們不知道 就不夠格了 真是搞錯 我不會 跟你老婆有關 就是多年過媽媽 氣氛不多 老婆的媽媽都忘記了 我還沒見過外母 所以這套東西 好老實說 花這麼多時間去說這套東西 我覺得 總之 除非你本身對 Idle的動畫 其實是有這個反感的話 當然你可能對這些沒什麼氣氛 但是如果作為一套動畫來說 水平線 合格 可能做什麼 合格 但是 他也沒有很多很大的量 如果你撇除寬叔 寬哥這個元素之外 其實他只是一套很普通的動畫 他只是一套 人切不行 故事可以 但是卻賣不出 你看到他 你賣這七個Idle出來 說真的 你出來如果賣相片 我想你跟丼伯 十多幾個都可以 你要知道寬叔不會貼 寬哥是一個 改革者的先驅 通常都是這樣的 而 杜杜杜可能說 作為一個成仙啟後的人物 他究竟可以啟發下一代的監督 是不是可以拍到一套 跟他走同樣的 但更加出色的作品 我們要拭目以後 寬特色的Idle動畫 寬哥 我們唯有期待 就是寬哥繼續在他創作上 顯示他動畫的愛 他為了成為 就像我們新版的時候 就是他鏡花所說 他是這個動畫界的 宮崎鎮的角色 究竟是他的道路 究竟是怎樣繼續下去 其實是很值得期待的 樹齡 不如你寫一封信給三本寬 這樣寫吧 你我愛三本寬 你說個局極昂 是啊 我當然不是 都說我對寬叔的尊敬 是作為一個人的尊敬 是作為一個人類應有的尊敬給他 老實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算多不屑都好 我都會用一個尊敬的心情去恥笑他 這個態度是很重要的 你明白 此笑還此笑 結果張歸是要賣數的 誰要付 剩下兩盒 兩盒的 開出來就是白 肯定我不用付錢 兩盒的Bull Ray 加一個籃枕 好像加10元 不知要樹齡和鏡花 不是要付錢 我不用付錢 大家年尾的動畫 這個提案就是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們會拍一張照片 因為我們的錄音書是有件事的 即是在播放機 我們就可以解決到 邀請幾位停留下來觀賞這個 我們要整個無傷電視機節目計畫 我們有沒有電視機播報給任 我以為你說整個Wake up girls 齊漢衣 三千元玉城有馬爾計畫 肯定爆 要吃毒素計畫 好了 這個Wake up girls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一次就講下一部 好看